众所阿伟粉周知,目前我们已知的奥特曼,算上新奥特离家一共多达69位,当然啊,这里不包括光之国里,那些连计时计都没有的DJR,在这众多的奥特曼中,大家的颜值,战力,设定,甚至肤色等等,都各不相同,所以才会出现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奥特曼这样的现象,那在这众多奥特曼中,他们有哪些特点或者属性最让人们印象深刻呢?本期阿伟就给大家盘一盘,奥特曼中那些与众不同的奥特之最,第一位,造型变更最多的奥特曼,阿伟的铁粉都知道啊, 于1966年7月17号问世的初代,是奥特曼历史上的第一奥,所以今年也是奥特曼诞生55周年,而且本月的17号更是初代在地球的55岁生日,当然啊,人家的真实年龄其实为2万岁,那作为一个合格的奥迷就不能不知道,首次登场的初代其实是奥特曼历史上造型变更最多的一位,人一共换过三次造型,分别是A型脸,B型脸和C型脸,首先第一集上场的初代就是A型脸,A型脸的特征是面部崩坏,犹如被硫酸泼过一样,所以也被称为 至于刘酸脸的由来嘛,之前看过阿伟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啊,那是因为当年远古拍摄初代的时候缺乏资金,所以A型脸的初代,不仅皮套是由浅水覆盖的,连面具都是由容易褶皱变形的软塑料做的,除此以外,A型脸还有嘴巴微微张开,足尖微微上翘,和基本看不出胸肌的特点,而到了初代TV第14话的时候呢,由于剧组的经费有所增加,再加上A型脸的皮套老化,于是远古就推出了B型脸初代, B型脸的特点是,嘴巴比较小,身上花纹比较紧凑,而且足尖上翘的很厉害,在超银河传说中,为了区分佐菲和杰克,初代正是以B型脸的造型致敬登场,有人说这个造型是初代最好看的造型,但阿伟反而认为啊,哎,算了算了,阿伟不认为了,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B型脸的皮套呢,在1970年的时候居然被偷了, 所以远古不得不又推出了初代C型脸,C型脸的特点是,花纹结合了A型和B型的优点,嘴巴呢,比较大,逐渐没有上翘,而且胸肌也十分发达,从此以后,C型脸就成为了后来初代的标准形象,也是很多人公认的最帅的形象,所以啊,看完阿伟的讲解以后,当别人还分不清初代,杰克和佐菲的时候,你都能分清初代是A型,B型还是C型脸了,对于那些假奥迷来说,那就是降维的打压好吗,还不赶紧拿笔记下来, 第二位,出场最多的奥特曼,作为远古的亲儿子,其实赛文身上的之罪呢,还挺多的,比如人是最早出OA的一位奥特曼,最早的银足奥特曼,也是最早将计时器设定在额头上的奥特曼等等,可赛文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那高频率的出场记录,在昭和奥中,除了初代以外,几乎他都去穿过场,哪怕到了新生代时期,人也是频频露脸出风头,据阿伟粗略统计啊,赛文的出场次数高达25次之多,为奥特曼中出场最多的一位,就问你哇 哇塞不哇塞吧,难怪后来的赛罗动不动就去别人的主场出风头,原来这是遗传的老爸赛文啊 第三位,最苦命的奥特曼,说到命运最悲惨的奥特曼,雷欧要是把身世说出来,估计在座的各位,那都得流泪,因为雷欧是奥特曼中唯一一个家破人亡的奥特曼,原为L77星球王子的雷欧,本应该过着贵族的生活,可没想到自己的家园却惨遭卑鄙小怪马格马星人的入侵,不仅父亲惨遭毒手,家园被毁,连自己的弟弟阿斯特拉也下落不明,你们说够不够惨,关键到这还没完,为了躲避灾难,雷欧化为凤原来到地球 遇到了M78的老大哥赛文,本以为遇上贵人的雷欧,却承受着赛文最严格以及常人无法理解的训练,你们说说,雷欧是不是奥特曼中命最苦的,苦得连奥特之王都心疼,都忍不住想要呵护他 第四位,身份最神秘的女奥,如果阿伟说尤利安是身份最神秘的女奥呢,估计有很多小伙伴会不认可,很多人会说,她哪里神秘啊,她不就是光之国的公主吗,这谁不知道啊 对,尤利安确实是光之国的公主,关键是神秘就神秘在,作为光之国的公主,那她的父母理应是光之国的统治者吧 可光之国的历史上呢,只有两位统治者,第一位就是奥特之王,阿王曾短暂的统治过光之国一段时间 可随着奥特之父逐渐成熟以后,阿王就将光之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奥夫 但是呢,人尤利安既不是阿王的女儿,也不是奥夫的女儿,所以她这个公主的头衔到底是哪来的呢 而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尤利安也没有彩色计时器 难道说她是在光之国没进化成奥特曼之前就已经是公主了,然后她的父亲被奥夫给篡位了 呸呸呸,阿伟瞎猜的,阿伟瞎猜的啊 第五位,人气最高的奥特曼 不知道说到人气最高的奥特曼时,你们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 没错,就是迪迦,迪迦确实是奥特曼中影响力较大,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因为迪迦作为远古破釜沉舟的创新制作,迪迪确确给足了观众诚意 不仅场景道具方面相比较以往有了质的提升 而且迪迦的造型以及形态都是前所未有的哇塞 关键是,就连人间体大鼓请的都是当年的日本人气偶像长野博来出演 并且迪迦也是第一部获得新云奖的奥特曼特色片 能拿到这个奥特曼都是很牛的作品 同时迪迦也是第一位让孩子们都相信光的奥特曼 你说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哦对了,迪迦也是唯一一个有国语主题曲的奥特曼 对,前无古傲后无来者 所以说迪迦是奥特曼中人气最高的一位 那绝对算得上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第六位,年龄最小的奥特曼 大家都知道啊,奥特曼的年龄那可动不动就是以万岁为单位的 比如两万岁的初代,十六万岁的奥特之父等等 哪怕是像赛罗这样年轻的奥特曼也有5900岁 但是,奥特曼中年龄最小的博一却只有1200岁 而且作为奥特小学的学生 博一的身高只有24米 但是别看博一岁数小,个子矮 人至少胸口有计时器啊 所以在地位上,博一肯定比那些没有计时器的DJ奥要强的 而且在超音和传说中,人博一还有一句台词呢 其实吧,阿伟最好奇的是 博一的皮套演员是谁呢 第七位,最残忍的奥特曼 奥特曼作为保护地球的英雄 消灭怪兽那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吧,咱们的艾斯对付起怪兽那真是重拳出击 甚至可以说多少有点残忍了 因为有很多怪兽都是被艾斯分尸而亡 所以说艾斯那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光之巨人啊 据阿伟粗略统计 艾斯光是在TV剧中就分尸过14位怪兽 数量十分惊人 这哪个怪兽能不怕呀 别说什么是南希子走了以后艾斯才变成这样的 可拉倒吧 在南希子走之前 艾斯就已经批了十只怪兽了好吗 就问你横不横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其实这也不怪艾斯 你看艾斯的人间体暴躁心思 他是这样的 嘿你说过要给我们超强力量的 要给就快给呀 这样的 住嘴 你这个破腹 什么 你真有毛病啊 你不要过来啊 也别 也别 第八位最强奥特曼 其实说实话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位自己觉得最强的奥特曼 所以阿伟说的最强奥特曼呢 也仅仅代表阿伟的观点啊 诺亚作为神秘思奥中的一员 以及传说中的奥特曼 不管是身份还是战斗力 阿伟认为啊 那绝对算得上是强中强 奥中奥 因为人曾经用一招诺亚闪电 就轻松消灭了实力强劲的黑暗扎机 这时候肯定又有人要说了 你可别吹了 人银河也灭过扎机 阿伟再说一遍啊 银河打的那压根就不是扎机本体好吗 那和诺亚打的扎机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 而且在超银河传说中 人诺亚仅仅仅是给赛罗送了一个帕拉吉之盾 就让赛罗轻松击败了 和光之国之力都束手无策的贝利亚 所以阿伟认为啊 诺亚绝对算得上是奥特曼中最强的一位 当然啊 这仅仅是阿伟的观点啊 那你们觉得最强的奥特曼是哪一位呢 把你们的观点在评论区里打出来 让阿伟长长见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